1896级 托杀的语气当中带着一丝调笑的意味 似乎取笑一个蠢道家的家伙 什么 听到他这话 后面的何自珍和蒋拓等人脸色大变 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望向林语 他们并不知道宁奇已经死去的消息 蒋拓面色铁青急声冲林语说道 何先生 他说的是真的吗 宁奇他 他已经 不错 他们诱骗宁奇穿上了炸弹衣服 想要让宁奇和我同归于尽 而他们当时给宁奇开出的条件 也就是说只要宁奇杀掉我 他们就放过何二爷和圣家的一众队伍 但是宁奇还没有到我这儿 他好像就已经带人入城了 用人质将你们逼迫出来 可见他根本就是骗宁奇的 从一开始他就没想着要让你们活着离开这儿 同样的把戏不可能骗人第二次的 该死的畜生 蒋拓等人听到这话几乎肺都要欺诈了 恶狠狠地望着拓煞 手已经摸向了自己腰后的匕首 何自珍听到这话内心也是沉痛无比 眼中甚至都不由泛起了泪魂 嘿嘿嘿嘿嘿嘿 那个笨蛋最后还不是失败了吗 我早就料到这个蠢货会失败 才会提前进城 所以也不算食言 老子弄死你 盛怒之下的蒋拓怒声一喝 再也隐忍不住 他脚下一灯迅速地窜过去 其他的几名暗刺大队的成员 健壮也没有任何迟疑 身子立马也窜出去了 皆都是掩慈欲裂 手中紧握匕首 嘶吼着冲向脱煞 蒋拓 何自珍健壮脸色陡然一变 大声一吼想要喊住他们 但是蒋拓等人已经急速地窜出去了 不止似乎 大护法看着狂奔而来的蒋拓等人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冷的微笑 在蒋拓等人冲到面前的刹那 他身子也骤然窜了出去 狠狠一掌拍向了冲在最前面的蒋拓胸口 他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在一眨眼便冲到了蒋拓的眼前 这一掌拍下来的速度 同样极快无比 蒋拓几乎没有任何防备 下意识将手中的匕首朝胸前一挡 叮的一声 大护法的手重重地拍砸在蒋拓手中的匕首上 顺带着也拍在了蒋拓的胸前 蒋拓顿时觉得胸口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道 猴头一舔 不受控制地扑了一下 一大口的鲜血便喷了出来 紧接着整个人迅速地飞出去 跌落在地上 蒋拓后面的几个人立马朝着大护法围攻过来 几人站坐一团 蒋拓 蒋拓 何自珍看着摔出去的蒋拓 面色陡然一紧 做事要冲出去救蒋拓 但是顾及到身后两名受伤的队友 脚下立马一顿 急声宠林宇说道 家荣 你去帮他们一把吧 他知道 以自己的能力就算是冲上去了 可能也帮不了多少忙 所以还是林宇比较适合 林宇面色阴沉 没有说话 双眼冷冷地盯着远处的拓杀 只见拓杀此时正饶有趣味地望着他 双眼阴冷 眼中满是戏血 林宇紧紧地咬了咬牙 沉声说道 何叔说 不是我不帮他们 但是一旦我出去的话 拓杀极有可能会冲过来对付你 此时他才反应过来 蒋拓等人是中了计的 拓杀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为了激怒他们 让他们冲出去 而剩下的两名伤员 根本不可能跟着蒋拓他们一起冲出去 所以只要一众人分成两拨 拓杀就会有机会 何自珍神色一变 他抬头往远处的拓杀看了一眼 也明白了眼前的情形 确实如林宇所言 就算是他跟着林宇一起冲出去 帮助蒋拓他们 那么拓杀也有可能直接绕过来 杀掉他们两个扶杀的手下 老子 老子杀了你 被一掌打伤的蒋拓 踉呛着身子从地上爬起来 抹了把嘴角的鲜血 再次朝着大护法冲上去 虽然他们一行四人一起围攻大护法 但是奈何大护法的实力 相比较他们而言太过于强大 所以时不时就会有一人 被大护法极大的掌力给震飞出去 但是每一个拍飞的身影 他们都会亮枪着身子爬起来 再一次不顾一切地朝着大护法冲上去 然后再被拍飞出去 再爬再冲上来 每次被拍飞一次 他们就伤得重上几分 脚步就要沉重几分 但是他们冲上去的意志 却始终坚定无比 纵然身子已摇摇欲坠 也没有任何的迟疑 犹如飞蛾扑火 不计生死 暗刺打对的人 还真是有意思呢 真是愚蠢 而且纯到不可救药 拓沙眯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他饶有兴致地说道 宛如在欣赏一出马戏 林语看着不折不挠 前赴后继的蒋拓等人 也不由愣在了原地 似乎也被这死个人的 钢铁意志给震惊到了 经历过几番激战 其中一人的胳膊 甚至已经被打断 晃荡着掉在肩头 但仍旧用唯一的一只胳膊 抓着匕首朝着大护法冲上去 何自珍看到这一幕 神情沉痛万分 大声地冲蒋拓等人呼喊着 想要他们赶紧回来 队长 我们拖住他们 你们快走 快走 蒋拓冲何自珍高喊一声 继而朝着大护法 一把扑上去 叫死 大护法见蒋拓等人像疯狗一般的围着他死 攻势不断 一时间大为恼怒 在蒋拓朝他 突来的刹那 大护法灵巧的一朵 同时闪身侧腰 闪避其他人的攻势 紧接着身子一抽一蹿 骤然窜到了蒋拓跟前 闪电般的出手 一把抓住蒋拓的胳膊 用力一翻 咔嚓一声 直接将蒋拓的手腕生生捏断 同时他另一只手也狠狠地拍向了蒋拓的面部 蒋拓整张脸立马宛如一个气瘪的气球 他生生地被拍进到脸中 他身子一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蒋拓 何自珍看到这一幕 心头猛地一颤 大吼一声双眼赤红 额头上轻轻爆气 身子骤然向前窜出 不顾一切的坐视要朝蒋拓等人冲过去 不过他身子刚刚窜出去 却被急速冲上来的淋雨 从背后生生抱住 二爷 您不能去 托煞就等着您冲上去呢 从刚才到现在 淋雨一直在观察着托煞 他发现托煞现在宛如一直在窥视着一切 随时准备刺激而动的猎豹 只要何自珍扑上去 托煞也必然会扑上去 倘若林雨出手 跟托煞对战 那何自珍便落到了大护法的手里 跟落在托煞手里的机会 不会有太大区别的 只不过死得快 还是死得慢的区别罢了 所以此时 他更不能让何自珍冲上去 走 走 快走 蒋托跪在地上 凹陷进去的脸已经鲜血之勇 眼睛几乎看不见 不过他还是冲着何自珍的方向死寒着 随后他凭借着最后一丝视力 双手猛地往前一抱 死死地抱住了面前大护法的右腿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比赛 咸 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